亲爱的天父,我为了在青春期中的孩子向您献上这个祷告,求您赐予我智慧与耐心,以便我能够引导正经历着生命重要阶段的孩子走向光明与真理的道路。 我知道青春期是成长中最复杂的阶段之一,充满了挑战与变化。 在这时期,我的孩子会经历身体和情感的急剧变化,他会有新的思想,新的问题,新的情感波动,甚至可能会有挑战权威的行为。 天父,我求您给予我的孩子平安与安慰,让他知道他并不孤单,因为您永远伴随在他的左右,在探索自我身份的过程中,求您指引他,让他能够找到真正的自我。 不是世界眼中的他,而是您眼中的他。求您帮助他理解,他的价值不在于外表,成绩,社交媒体上的点赞或是别人的认可,而在于您无条件的爱与您在他生命中的旨意。 我也请求您,让我的孩子们能在这易受伤害的时期内,学会如何与人建立健康的关系。 当他面对同察压力,有意地祈福以及初次涉足爱河的困惑时,请让他的心灵有着足够的刚强和智慧。 天父,我为每一个正经历身心变化的孩子祷告,为他即将迎来的挑战,给予失望与成功祷告。 我求您给予他恩赐,使他能够勇敢地面对每一个新的日子,用积极的态度接受自己的成长,无论是顺利还是困难。 当他感到困惑或挫败时,求您开启他的心扉,让他看到每一次失败都是成长的机会,让他知道每一次跌倒都有您的此手扶持,帮助他意识到每一次挑战都是您锻炼他的场所,让他在逆境中学会依靠您而非自己的能力。 我祈求您亲自保护他的心灵不受恶劣文化影响的侵蚀,当面对人生的诱惑和选择时,让他能够明辨是非,选择一条符合您旨意的道路,使他的心灵纯净,思想高尚,行为端正,能在学校、家庭和社会中发光发热,成为他人的榜样。 我特别为那些在青春期遭受孤独,犹豫、焦虑或任何形式精神压力的孩子们祷告,求您用您的爱环绕他,用您的话语治愈他,用您的力量支撑他,当他感到力不从心时,让他知道只要呼求您的名,就能找到力量的源泉。 天父,愿您的智慧与慈爱指导所有父母和教育者,使他们能够提供正确的研导和足够的支持,让他们在言语上给予鼓励,在行动上展现爱心,在每个需要的时刻给予孩子们悉心的关怀。 最后,我祈求您赐福给我的孩子,让他在青春期这一段旅程中坚强,健康快乐地成长,愿他在这个关键的人生阶段中,能够感受到您的同在,明白您对他的爱是永恒不变的,在您的恩典和指引下,愿他身心灵,茁壮成长,将荣耀归于您,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